尊敬的普京總統 我的老朋友 歡迎你來華出席第三屆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我們相互出席對方舉辦的 重大主場外交活動 這是我們多年來的一個好傳統 總統先生已經連續三次出席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體現了俄方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 今年3月 我應總統先生邀請 對貴國進行了 國家主席新任期的首次國事訪問 我們共同為兩國關係發展定向領航 就一系列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 深入交換意見 我高興地看到兩國政府 部門和有關的地方 全力地落實我和總統先生 搭乘的重要公式 兩國政治互信不斷深化 戰略協作密切有效 雙邊貿易額創立史新高 正不斷朝著我們共同確定的 兩千億美元目標賣進 2013年至今的十年裡 我同總統先生先後四十二次會晤 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和深厚友誼 明年是中俄建交七十五週年 中方願同俄方一道 準確把握歷史大勢 順應世界發展潮流 始終立足兩國人民根本利益 不斷充實雙方合作的時代內涵 體現大國擔當 為助力兩國發展振興 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促進世界共同發展 貢獻力量 威武